我们看第二题 他说第一天获得一元 第二天获得两元 第三天得四元 第四天得八元 依此每天所获得的钱为前一天的两倍 这个是前一天的两倍 所以这是一个等比的数列 如此进行到三十天 试问三十天所获得的钱为多少 第一天是一元 这个总数我们叫S 第一天是一元是二的零次方 加第二天是二的一次方 第二天是一 第三天也是二 一直加 加到第三次天就是二的二十九次方 他说所获得的钱 总数最接近夏令来的选项 这个我们用等比极数的公式把它算出来 一减公比二 分之首相是一 一减公比的像素 这是三十 所以就是二的三十次方 减一 二的三十次方 减一 好 那这样的话 我现在先给他取LOG 这个大概多少 他问这个大概多少 那我这个LOG S 大概 这一可以省略掉 大概 是等于三十LOG 二 这大概多少 这大概是0.301 30 乘以0.301 所以大概多少 大概是9 所以S 大约是10的九次方 所以一个一后面 9个0 所以大家应该选4 一个一后面9个0 就这样 就这样 不错 好 好